其实这个国家距离澳大利亚还有1500公里 还远着呢 但澳大利亚他不是这么想啊 那所有南太平洋国家 那都是我的安全保护范围之内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房屋面对面 我是王雨天 南太平洋上有个岛国 就所罗门群岛 这个地方呢位置很重要 当年啊二战的时候 美国和日本在这里就打着这个狗脑子都打出来了 最近呢这个所罗门群岛啊 跟中国签了一个协议 那就关键时候呢 中国可以派警察甚至派兵过去 来帮他维持治安 然后这一下呢 就是让澳大利亚就非常的不爽了 究竟这里面呢发生了什么事 那为什么澳大利亚会这么不爽 我们就请王云飞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所罗门群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您觉得所罗门群岛 这个跟中国签的这个协议 是不是好像澳大利亚也签过一个类似的协议 对 这个协议啊 其实啊 不光是澳大利亚 中国和美国还签过 所罗门呢 因为他自己的警力有限 按说这个所罗门群岛不大 一共六十多万人 几万平方公里 但对南太平岛来讲也不小了 可是自己的这个警卫能力 防卫能力都比较薄弱 另外呢 他认为我这个国家不需要养那么多军队 那么多警察 有人给我提供安全保障就可以了嘛 其实呢 这个国家也有他的战略考虑 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讲 如果绑在某一个国家 单单有个别国家提供安全保障 恰恰是不安全的 如果多了 你而来 外来提供保障 那还会形成一个相互撤走的情况 那样才是最安全的 但是澳大利亚 他是不是这么想的 他认为这是我传统的势力范围 别人是不能插手的 其实这个国家 距离澳大利亚 还有一千五百公里 还远着呢 但澳大利亚他不是这么想啊 那所有南太平洋国家 那都是我的安全保护范围之内 别人是不能动这儿的 好像去年年底的时候 索罗门群岛上就发生了骚乱 对的 然后那个还是专门针对中国 是的 那个骚乱呢 据说呢 是由对岸那个岛上某些人策划的 那当然了 那要对华人进行治安 你去华治华这一招 它是最高的嘛 起码是语言上 习惯上 文化上 它好交流嘛 对不对 所以呢 索罗门要求中国呢 提供警务的这种安全保护 是有它的道理的 不过啊 这个地方呢 确实呢 战略地位啊 非常重要 刚才临提到过 二战的时候 就是美日的重点战场之一 这个地方不光是 这个在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在现实当中也有 它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那么向西是距离 澳大利亚 新西兰比较近 其实呢 靠它附近 还有一个岛 英国的一个殖民地 一个小岛 再往北 还有这个美国的夏威夷啊 等等 所以这个岛呢 是处在几个大国的 战略竞争的中心 所以不要看来小啊 几个大国呢 都非常重视它 当然我们中国重视它 不是这样子的 中国比较单纯 应该说 我们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 这个华人的利益嘛 另外一带一路呢 也愿意呢 在所罗门呢 做一个样板 你看我跟你合作 我不会对你产生威胁 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些 警务方面的合作 比如说 我给你提供 警用的物资啊 警用的器材啊 搞搞人员培训啊 等等 但是呢 澳大利亚 它理解 这是一个军事上的系列 有可能呢 中国的军舰 可能到这个地方停靠 其实呀 就是停靠 距离澳大利亚 也有那么远 对它有军事威胁吗 是啊 澳大利亚不是老是 想去南海搞自由航行吗 对 是啊 我们这次其实 像那个汤家火山 我们的这个两栖攻击舰 对 那个就送了 就好多物资过去 我们的战略运输机 那也是开过去了 对 而且我们去的 好像比澳大利亚还快吧 是的 所以说啊 澳大利亚这种 纯属企事优天 我们真要想收拾它的话 根本就不用费这么大劲 是 以己夺人 他自己有这个想法 甚至说有这个野心 我这个地方是我的 你不能插手 其实中国没有这么想 我们就是要跟他做生意 给他提供一些协助 等等等等 不过反过来 也可以告诉 有些比有用心的国家 我们的影响链跟过去 已经不一样了 你可以对东亚地区的国家 进行威胁 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 这是要请对方引起注意的 好 那关于在所罗门群岛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这个王老师呢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未来呢 我们中国啊 其实并不愿意在这个位置呢 去投入战略力量 来同时刺激澳大利亚和美国 但是呢 不妨碍我们去做生意 不妨碍我们共同发展 毕竟我们要讲 人类命运共同体嘛 所以啊 澳大利亚 纯属 启人忧天 好 本期节目 我们先讲到这儿 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